8月13日,张哲瀚因为不当行为处于风口浪尖,粉丝脱粉,网友怒对,所有代言全部解约,张哲瀚也算是创造了流量明星翻车速度之罪 除此之外,疑似张哲瀚前工作人员直接转发了点评他的动态,并表示他去过某地方三次 还有网友称他的事并不止这些,就连张哲瀚妈妈公司也被网友扒出来了 发现公司名称叫做亚太荣,公司logo看起来非常的日式风格 另外,网友们扒出了张哲瀚的多个外网账号 最引人注意的是,账号名称直一过来就是汉的家 但这个账号的相关动态基本全都是日本的游玩照 这个账号中还有近日疯传的争议合照,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 如今,张哲瀚这件事不是无知就可以掩盖过去的 至此,与张哲瀚有合作关系的27家品牌,纷纷宣布和他解除关系 张哲瀚主演的电影综艺也宣布停止与他合作 所以,张哲瀚这样触碰到了底线的艺人,只有凉凉的一条路 也希望所有的公众人物引以为鉴,注意言行举止,好好珍惜身上的羽毛